第二個經典柱是 我們看一下有拉經典柱 我就帶快一點 彈性也是一樣 這個邊界條件我們看一下 差別是A變成固定端 B還是個ROLA 剛剛A是HINGE 叫PIN PIN SUPPORT 因為它是一個 我們知道在FIXM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要垂直於它的 所以這地方變形不會像 角質層剛剛那樣一個 一個拱起來的樣子 它這邊是垂直於它一段時間才變成一個這樣的變形 好 那一樣我切一段距離 切距離X的地方切開 得到一個M一個P 一樣我去求得 計算它的 維護方程 那我們就得到這樣 閃分圈M等於0我切這邊 我不切固定端為什麼 固定端的變數有三個我不好切 我切這邊 這邊變數少了一個moment 知道嗎 好就這樣去算 TACOO點也好 TACOO點這兩個不要看 那P乘以這一個V 加上R乘以X L-X 因為這邊叫X 這叫L-X 好 然後減掉PV 就MV MX等於這樣 一樣帶維護方程 V double point 等於M over EI EI帶進來 好不好 EI 除進來 這邊都除了EI 全部要除EI 然後V double point等於R L-X 除以EI 就這個嘛 那PV 因為移到等號這邊的嘛 PV除以EI V 這就是我們的微分方程 好 那 再令K平方等於P over EI 就得到這樣 那以用求解也是Sine KX BKX 差別是這個假設的P over EI L-X 我把常數項移到等號的右邊 最終都會得到這一個指出來 在這個末項 常數項 這樣 這是K平方 好 這位同學就去算一下 好不好 好 這個不要背 這背沒有意義 好好去 了解這怎麼算出來 比較重要 最終 V V 微分一次 你看我把它微分一次 K 帶出來 AKSine Sine 微分等於Cosine KX 那K帶出來 它常數 B呢 Cosine Cosine 微分等於負的Sine 剛剛提的問題在這邊就解答了 Cosine 微分 負的Sine K放到前面來 那 這邊對方微分就是RO over P 因為L微分等於0 負X 等於負1 然後前面來R分子P V等於這樣 那這兩個求出來後 要帶邊界條件 好 在這一點的話 0的地方 變形等於0 琴角等於0 好 所以 V.0等於0 帶進來0 Cosine 0度等於1 好 Cosine 0度 對不起 Cosine 0度等於1 沒有錯 A A 那 AK cosine 1 減掉B K K X 這邊等於0 減掉P分之R 所以我們得到 對不起 V double point 是這個值 好 那 BK 減掉R P分之B等於0 然後B等於這個值 所以V prime帶0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這個值 求得V 求得B值 那 V等於0的時候 帶這個式值 V等於0 既然已經知道B多少 把B帶進來 再帶進去V等於0的地方 Sine 0度等於多少 帶進去Cosine 0度等於1 Sine 0度等於0 一樣求得出來 好 那VL也一樣 就帶L等於0的時候 最終你會解到一個Tangent KL等於KL 好 這個很難解 KL等於4.4934 這個你可以去 這個 好 Tangent KL等於KL 沒有解析解 只有數值解 它必須用 這是一個超越方程式 所以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知道 圖形長這樣子 當你Tangent KL等於KL 長這樣子的時候 好 那你的解 就是這條線 跟這條紅的虛線 跟這些藍色的線 碰到的點 就是它的解 好 那我們看到 利用會圖 或使用數值計算 找到方程式的近視解 所以 K等於0的時候 是無窮大 KYA等於0 再來一點 K等於4.93 又在這裡 這一點 所以我們取的值是 KL等於4.4934KL 又等於4.49 好 就這個 這兩個KL消掉 這一個 第二個是7.7253 在這裡 7.7253 這個解 7.7253 大概在這裡 第三個解音在這圖形外面 10.9041 這個是 這是 Tangent KL等於KL- 那一年 我自己找這個 找了好久 那時候都沒有網路可以找 也沒有人可以問 那一年 我算到這一種 這一種 一般固定的 沒有辦法求解 所以K平方等於4.4934的平方 除於L平方 那這等於P over EI 那就一樣算一算 那這等於開根號完以後 他就等於 2.046π平方EI除L平方 把這個放到分母 0.7L平方π平方EI 或是0.7L 完成平方 這就是 畫成標準油拉柱的一個形式 前面帶一個係數 好 我們剛才的標準是π平方EI over L平方 有沒有 它是0.7L平方 好 這次跟你講一下 那後續自由端也算一次 我就不再講了 那各位就可以參照 自由端怎麼去算出來的 算到的結果呢 他結果算出邊界條件 得到KL等於2分之π K等於2L分之π 那最終 K平方等於π平方 或是2L平方 等於π的EI 所以這個等於PCR的π平方EI 處於2L的平方 好 這邊的過程我就 讓你看一下 好 分離體圖 一樣 它是取自由端段 比較好算 因為它沒有外力 只有這個力量 你不要取固定端 拜託你 好 不要自己找麻煩 先處理自己能處理的事情 不要把很多問題 你不能解決的問題 通通放上來 這樣你在人生會很容易垮掉 你無解啊 對不對 你就卡在那邊 好 那彎曲微分變形方程式 是這樣帶 這是pΔ 算起來 v double point 加上p over EI v等於p over EI Δ 很明顯這個值 最後會成為一個 我們一個常數項的值 最終這樣算一算 一樣 sin Ks v cos Ks 加Δ 那最後v double point 代邊界條件 得到之後 算一算 得到 把KL KL等於二分之π 二分之π 二分之π是90度 那KL等於KD等於 二二分之π 好不好 把它帶進來就可以了 OK 好 這個部分 你們知道這個變二二老了 好 那最終到 固定量要變什麼 我就不講了 這是最難的 越來越難 不是說最難 算到最後結果 得到 二分之二老平方 好 那再看到 這個是比較難的題目 這我就先跳過去了 這是一端固定 一端是 一端是那種 那種 這個是叫做 滾動之城 它是承受一個軸粒 跟一個彎具的一個之城 那我們先不談這個了 這已經有點在 好 挑戰各位結構學的觀念 好 我們把剛剛那個東西 算完之後 會得到一個圖形 哇 這個圖形不見 好 你可以看到 剛剛一個 這是油拉柱的時候 然後 KL平方 這K就等於1 好 一端固定的時候 一端角質是0.7 KL0.6992 那兩端固定 K等於0.5 二分之二 有沒有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這就是K等於1 剛剛那個我是比較難的這個 如果這個又遇到這樣的話 又不一樣 這就是等於2.0 這等於2 這就是一端可以側向之城 這個側向可以移動 好 那這三個是最基本的 這是油拉基本經典柱 你記得一個1 0.7 0.5 好 這個部分就是油拉的基本柱 我跟各位做的一些簡單的一些 推 一些介紹 好不好 OK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